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一次婚宴上 一位中年男士认出了他的中学老师 于是呢 上前恭敬地说 老师你好 还记得我吗 老师说 对不起啊 我实在记不起来 学生说 老师 您再想想 我是当年在课堂上 偷同学手表的那个学生呀 老师看着面前这位学生 还是摇了摇头 我真的认不出你了 学生又说 当时啊 您叫全班同学都面向墙壁站着 再让我们用手帕 蒙上自己的眼睛 然后您一个个搜查我们的口袋 当你从我口袋里搜出手表时 我想我一定会受到您严厉的训斥 并且严肃的处理 从此之后 我在班里是抬不起头的 这将给我的人生留下 不可磨灭的耻辱和创伤 但事情并没有如我想象那样 你把手表归还给施主之后 就叫我们坐回原来的座位上 继续上课 一直当我毕业离开学校那一天 偷表的事从来没有被提起过 老师 现在应该记起我了吧 老师这时微微一笑说 我怎么会记得你呢 为了同学之间能保持良好关系 为了不影响我对班上同学的印象 当时我也是蒙上自己眼睛 来搜查你们口袋的 学生听完之后 眼泪多眶而出 他紧紧地把老师抱在怀里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彼此就这样默默地拥抱着 给人容身的空间 给人转身的台阶 给人改过的机会 这不仅是老师的善良和智慧 更是一种崇高的慈悲境界和人格魅力 真正的善是要把成全和尊重变成一种习惯 人想要健康成长 需要的就是内心没有受过创伤 当我们面对他人的隐私和软肋时 更应该选择高情商的处理方式 而不是说直接戳中痛楚 您认同吗 关注我 学习更多的育儿之道